宠物真的能看见人类看不见的东西吗 这只二哈对着自家仓库不停的狂吠 好像里面真的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小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了进去 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直到他拿起一口锅 发现旁边竟然散落着几颗牙齿 上面还沾有血迹 就像是刚被拔起来的 小帅觉得有点诡异 这时他感到背后一阵发凉 小帅吓得屁滚尿流跑了出来 因为里面太黑 他刚才没有看清楚到底撞上了个什么东西 就放狗进去帮他一探究竟 随后只听见狗子说了句 我谢谢你全家 然后就没了动静 小帅正在纠结要不要进去看看 突然门打开了 还飞出了一只狗头 他赶紧冲回了家拿起一把刀防身 爷爷听到动静 过来问他发生了什么 小帅说咱家仓库可能进贼了 刚才狗子也被他杀死了 爷爷不相信 可是走出来就看到被扔在草地上的狗头 爷爷被气得血压都升高了 操起棍子打算冲进小木屋去 教训里面的神经病 房门一关闭 小帅的心也跟得悬了起来 紧接着就传来爷爷撕裂的惨叫 小帅撞着胆子打开房门 爷爷浑身是血倒在了地上 他试图把爷爷拉出来 结果 他赶紧找来铁链把门锁住 然后又钉子把木屋的各个角落全都封死 但他还是不放心 一直都在阳台盯着小木屋看 不一会儿房门开始不停地晃动 他捡起小木棍再次向木屋走去 这个恐怖的小木屋突然伸出来一只鬼手 死死地掐住小帅的脖子 就在小帅快要窒息时 强烈的阳光照在鬼哥的手上 差点被烤焦 小帅幸运逃脱 他终于能确定自家仓库并不是尽了精神病 而是藏了只阿飘 看着门上被冲破的大洞 小帅原地蒙了个圈 这时同学来找小帅 说自己又被校园恶霸给揍了 想让小帅替他报仇 小帅让同学先离开这里 因为自家仓库里进鬼了 爷爷和狗子全都被杀了 同学不相信 偏要走过去瞧瞧 完全不顾小帅的劝阻 这下他终于相信了 两个人找了块铁皮把漏洞封死 小帅本以为同学会受惊 没想到他不仅不害怕 还异常的兴奋 他觉得可以利用房子里的鬼哥 去对付那些欺负他的校园恶霸 第二天被封在木屋的鬼哥 饿得正在舔食自己的伤口 小帅拿起电钻 在房顶上钻了很多小洞 每一缕阳光射进来 都会对鬼哥造成伤害 这是他能想到折磨鬼哥的最好方式 小帅爷爷的失踪 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一个女警察发现 小帅家院子里有个小木屋 里面发出了诡异的声音 警察认为 一定是小帅囚禁了老爷子 正要打开门 小帅出现在身后 他告诉警察里面有阿飘 警察根本不信 一边用枪指着小帅 一边缓缓地打开了房门 这是一间极其惊悚的小木屋 里面藏着一只阿飘 进去的人就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死 小帅的同学为了报复欺负他们的校园恶霸 就把恶霸引到了这里 恶霸正打算欺负人 同学捡起了枪 逼迫恶霸走进小木屋 恶霸看到地上有一只胳膊 他害怕了 可是被枪指着脑袋 也只好认怂 走进去没一会儿 里面就传来了恶霸的残叫声 小帅说 同学这属于故意杀人 他并不想惹麻烦 就要跑去报警 结果被同学一拳打晕 在醒来的时候 看到了女友的身影 而木屋的门却敞开着 小帅拿起根木棍走进去 想看看鬼哥是不是已经跑了 没想到同学也变成了魔鬼 对着小帅就开咬 小帅把同学引出屋外 很快阳光照射在他身上 同学就这么被活活烤死 但是鬼哥却不知所踪 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 小帅和女友回到房间 把房门反锁 把所有的窗户全都堵死 如果鬼哥还在附近 那么天黑之后 必定会出来作妖 夜色降临 鬼哥果然出现了 还进入了房间里面 抓住了小帅的女友 所以他们封门封窗户 是封了个寂寞吧 小帅拿起斧子 对准鬼哥 用力砍了过去 鬼哥一脚踹飞小帅 然后掐住他的脖子 紧急关头 女友捡起斧子 直接砍下了鬼头 不出意外的话 鬼哥应该是死了 两个人把尸体放进小木屋 浇上汽油 燃起了熊熊大火 然后两个人在车里睡了一晚 本来以为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可是后备箱里 再次发出了鬼哥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